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背带的这个挂环 富士的这个背带和其他品牌还真是挺不一样的 老机型它其实只有这个小耳朵 像我这XT3 你看它是只有这个小耳朵的 买了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而现在比较新的机型 比如说XS10或者是XT4 它就在小耳朵外边多了这样一个挂环 主要是为了应用于现在比较普遍的这种扁平 的挂绳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直接穿过来就可以了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这种绳放在富士的相机上 特别是XT4那种复古的造型 这种扁平的挂绳啊 其实并不是很好看 而且您看这个挂绳 它总是在这稀了哗啦的 您不觉得吗 听着就别扭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扁平的挂绳 相信很多小伙伴呢 都会更倾向于选择这个PIC Design的快拆扣 这个快拆扣在使用起来确实非常的方便 但是问题就是它这个绳子啊特别的粗 是怎么穿进这个小耳朵里边去的 今天呢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穿针引线 首先呢要先把这个小挂环拆掉 它这个它两边设计呢是有两个勾的 把它向一边掰一下 这样就取下来了 然后剩下这个呢就是和普通的这种挂环是一样的 虽然这个小玩意儿没什么用 但是还是保存好它吧 现在呢这个相机就只剩下这个小耳朵了 这个快拆扣首先它这个线确实是非常的粗的 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要给它加工一下 主要就是把它给捏的扁一点 我确实也记得我第一次往里穿的时候呢特别的费劲 它可能会出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需要拿这个大头只给它稍微挑一下 就可以顺利的过来了 因为它这个绳的表面涂层呢还是有一点蜡质的 所以其实还挺滑的 只要穿过了一次呢第二次再穿的话呢就会容易很多了 虽然这个快拆扣的质量还挺好的 但是相信经过长时间的使用这个位置呢还是会有一定的磨损的 所以时不时的咱们还是查看一下这块绳子的一个磨损的状况 避免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断裂摔机器的情况 像富士相机都比较的娇小呢 这个窄版的呀我觉得就挺好的了 宽版的可能就会显得有那么一点笨重了 虽然这些呢都很方便也很好看 但是呢如果是用它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这块啊哪个都不要带 因为叮了铛铛的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可能会把声音收进去 好了这期内容就到这吧 感谢收看旅行摄像小课堂 我是艾迪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拜拜